本赛季的第一场主场赛事正式结束了 那果然不负众望 六普成功在安菲尔德球场 取得了本赛季的第一场主场胜利 不过整体来看 有点像是坐过山车一样刺激 那究竟这场比赛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讨论的点呢 马上进入本期的影片来聊聊这个话题吧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啦 欢迎回到ABT竹坛的YouTube频道啦 那感谢你呢点击进入本期的影片哦 那如果你是支持六普的这个球迷朋友们的话呢 不妨呢帮这个影片呢点个赞啦 那如果你是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呢 那你看完这支影片呢 享受呢跟喜欢我分享的这些内容的话呢 那也麻烦你支持支持一下本频道哦 按下这个红色的订阅按钮啦 六普三比一博尔茅斯哦 那这一场比赛呢 六普的首发呢 其实跟上一场对雷切尔茅呢 是一模一样啦 原封不动保持不变哦 但是呢打法上面呢 我是觉得非常的有趣啊 跟上一场呢对雷切尔茅的时候一样啦 其实我们呢是不断的 从我们现在在画面上所看到的这个433呢 跟这种3223的这种阵心呢 不断的来回切换哦 那TA呢内缩还是不内缩的话呢 其实大致上呢是由他自己来判断啦 那我们有蛮多时候呢 其实我们在这场比赛 我们看到TA呢是站在这个右侧上方的这个位置呢 去等待船中的哦 但是呢一部分的时间呢 我们又是看到TA呢 是在内缩呢 去打这个跟Machalister形成这种双方中的这种打法啦 那其实呢这一场比赛呢 我们当然还是有看到啦 Soboslai啊 TA啊 还有Sala呢 这里呢就形成了这个教练团呢 所要求的这个黄金三角哦 就是不断的去切换位置啊 去混淆这个敌方的这个防守这样子啦 这一点呢我们也是有看到啦 那也就是因为这个阵心之间的这个来回转变呢 我觉得有一点呢我们必须要指出来啊 就是这个Andy Robertson哦 那Andy Robertson到现在呢 为什么在这个教练团的这个体系下还是这么重要 而且呢 利物浦呢 迟迟呢一直在这个转会市场上呢 寻找着适合的这个左脚中位呢 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阵心切换上的这个理由啦 因为呢这一名左脚的这个中位呢 不止呢是要在这个三后位的时候呢 能够在后场呢去进行这种组织传球哦 那必要的时候呢假设说利物浦这个时候呢 转换成这个传统的这个433阵型呢 那这一名左边位呢也需要呢去往前去推进啊 然后去做出传宗的这个动作哦 那这一场比赛呢 我们不断的在这个433啊 跟这个Treebox Tree的这个阵型呢 之间的转换呢 可以体现的出来哦 Andy Robertson今天的这个重要性哦 我觉得Andy Robertson呢 是今天打得非常好的一名球员啦 不只是在这个进攻上啊 还有防守上呢 我觉得他的这个贡献呢都非常的大啊 所以呢这一点呢 是我觉得相当有趣哦 那转换窗口呢 其实还有剩下大概10天左右啦 我们就看看利物浦这里呢 会不会牵下一名后卫啊 或者是还是会继续前进这个防守这样子啊 那这一点呢 我是觉得下窗转换窗口关闭了之后呢 我们才可以知道哦 教练团呢会怎么定下呢 之后想要打这个战术呢 跟打法啊 到底是要保持这种433啊 还是呢回到了这个上赛季末呢 所沿用的这种3box3啊 3223的这个阵型哦 还是说呢 会不断的在这两个阵型之间呢 来回切换这样子啦 所以变成了我们这个左侧中卫的这个人选呢 就要好好的去考虑这样子啦 这一点呢是我非常期待呢 接下来利物浦呢 会怎么做的啦 那利物浦的这个前面15分钟呢 我相信大家都同意啦 有看比赛的人都知道 我们前面15分钟打得非常的糟糕哦 甚至呢有一度呢 你可以说我们是落后2比0啦 只是在这个第一分钟的这个进球呢 是这个Anthony呢 是越位在先这样子哦 所以才没有背叛进球哦 好在呢 接下来呢 我们是有好好控制住这个比赛的节奏啦 而且呢上半场呢 2比1领先的这个情况下呢 对于球队来讲呢 是非常好的啦 增添了不少这个士气哦 红牌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回应呢 其实也是很好啦 我们没有让这个Bonnemoth呢 游击可乘哦 直接呢 由这个Jota呢 打进第三颗进球呢 杀死掉整场比赛啦 那这一点呢 在这个心态上面呢 我觉得是值得加许哦 那我们在十人作战的时候呢 其实战术上面也没有什么好谈的啦 最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守好这个三分而已哦 那当时候呢 TAA呢 其实是被换下啦 那我听这个播报员在讲 评述的时候呢 是有讲到TAA呢 好像是有点受伤哦 所以呢 才换上了这个Joe Gomez啦 但是这一点呢 我们等之后呢 再看利物浦官方怎么说啦 甚至呢 最后五分钟的这场比赛呢 Costa Simicas呢 已经去成为我们的这个 桌边风哦 那你看得出啦 3比1领先之后呢 这个情况下 十人作战呢 替补上场的球员呢 只是需要提供一些 Fresh Legs而已啦 就是想要去让他们去 好好的去做对抗啊 在场上呢 能够与这个Bonnemoth的这些球员呢 进行这个奔跑对抗这样子而已啦 那这一场比赛呢 也是让我们球迷们呢 第一次看到Ando的这个亮相哦 那当然啦 情况呢 不是很美啦 毕竟呢 McGalister当时候已经红牌之后呢 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个人呢 去好好坐正中场这样子哦 那当时你也只能放上Ando啦 从这30分钟里面呢 Ando有没有成功收买球迷的新呢 这个呢 就是我要抛给你们大家的问题啦 你们觉得Ando 短短30分钟的这个表现呢 你觉得他适不适合我们的这个 利物浦的这个防种位置哦 我个人的看法呢 我觉得是有啦 我觉得Ando呢 其实对于利物浦的这个战术 你可以看到熟悉度非常的低哦 毕竟呢 Ando应该也是只是参加过一次的这个训练而已啦 而且呢 这一次呢 没有办法啦 McGalister红牌 你真的是需要把Ando呢 丢上去呢 去好好做这个破坏者的这个职责哦 那如果呢 你说他是做破坏者的话呢 我觉得他做的其实是相当不错啦 他真的是呢是很喜欢一个challenge哦 很喜欢去跟对手呢 去进行对抗这样子啦 虽然说呢 他的这个速度没有很快哦 但是呢 他是很喜欢贴上对手哦 跟对手贴的很性呢 去进行增强的哦 好几次呢 其实我们都看到啦 他在这一个范围呢 在敌方的半场这里呢 也是压上去抢球这样子哦 我觉得也是做的相当的稳定啦 按照现在的这个情况下来看呢 下一场对着Newcastle呢 Ando算是铁定首发了了吧 毕竟呢你想要用的这个防种呢 都没有哦 所以呢我觉得 对于Ando的这个评价呢 可能下一场呢 对了Newcastle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去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评论这样子啦 那这场比赛呢 我们来选一下最佳球员哦 我觉得最佳球员呢 只有一个人选啊 这一名球员呢 没有直接参与任何一颗进球哦 但是我觉得他的表现呢 绝对是场上最亮眼的一颗星哦 Dominic Sobos来啦 他的这个盘带进攻啊 增强啊身体对抗呢 真的是样样通哦 甚至呢 单单在这个上半场啊 有一项数据啦 9次的传球呢 进入敌方的这个山区哦 那有一名这样子的中场呢 对于Ryu普来讲呢 真的是梦寐以求的这种创造型中场啦 我会把我这个珍贵的一票呢 给到这个Somos来啦 但是呢 我们还是不可以忽视一些球员的这个表现啦 比如说Andy Robertson呢 刚刚我也有提到啊 我觉得本场比赛呢 他的这个勤奋度呢是非常高哦 他帮我们这个 左侧这个防守呢 其实是做得相当好啦 那Louis Diaz呢 也是一个非常magical的一个球员哦 就是在一个落后的情况下呢 竟然可以施展他这个魔法呢 去完成一个 倒挂金钩吧 算是半个倒挂金钩这样子啦 Louis Diaz和Andy Robertson 这两位球员的表现呢 我觉得也是今晚的相当好啦 但是呢 唯一的那个最佳球员呢 我肯定呢 是给到Dominic Sobos来啦 那你们的想法又是如何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啦 我们在下方留言区呢 讨论讨论啦 最差Trend的话呢 我觉得呢 Trend Alexander-Arnold哦 Trend今天有一点点的不在线啦 比如说呢 我们掉的第一颗进球呢 其实就是有一点不应该啦 在这个中场呢 你不应该这么轻易的掉球哦 也是其中呢 让我觉得TA呢 不适合去单独打防中的一个要素啦 就是他的这个背身拿球呢 其实不是他的强项哦 你还是需要有一个破坏者 比如说像Ando啊 像Fabino这样子的这个破坏者呢 在他的身边呢 保护他啦 让他有更多的空间呢 去进行这种长传的这个动作啦 以我们今天来看呢 其实TA完成了很多的这个长传球哦 但是呢 对于我们来讲 长传好像已经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事情啦 那TA今天的这个防守表现呢 我觉得是中规中矩啦 Bonnemoth这里呢 也没有给到我们太大的威胁哦 但是呢 TA今天就感觉有一点点的不在线啦 如果要总体来讲 谁让我又觉得有点失望呢 我个人的答案呢 会是TA啦 那你们的这个最差圈就是谁呢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啦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啦 那最后呢就来总结一下 我对于利物浦本场比赛的表现哦 我觉得本场比赛呢 可以拿到一个7分或者是8分左右啦 前面的15分钟呢 你抛开不看的话呢 呃 其实这场比赛还是打得相当不错哦 比起切尔仙那场比赛呢 这场比赛肯定是有所进步啦 而且我们全场的这个打门次数呢 其实是有超过20颗的哦 这一点呢 我也是我觉得值得去赞美的一件事情啦 而且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Dominic Sorboslite啊 本场比赛呢 在这个中场上面的贡献呢 我觉得是相当亮眼哦 McGalister其实在红牌罚下之前呢 我觉得他带这个6号位呢 其实也是打得相当的不错哦 那Sala呢终于也破蛋了啦 所以呢我觉得本场比赛呢 其实 值得我们去赞美的这个事情呢 还是非常多的啦 所以这场比赛我会给上一个7分8分啦 但是呢真正的试验呢 就下一场呢对了这个纽卡什了哦 我们在少了这个McGalister之后呢 唯一的防守呢只剩下Andor一个人哦 我不知道这个Tiago能不能赶上 我不知道Kurtis Jones呢 能不能赶上啦 那你面对这个体格非常强壮的纽卡什了呢 你真的要不要把这个Stefan Bargetich呢 丢上去呢 我觉得也是有一个疑问这样子啦 但是呢 下一站呢我们去到这个St James Park呢 赛前看点的话 如果有赛前看点的话呢 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啦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对于 我个人呢对于本场比赛的这个赛后观感啦 那我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你们对于 利物浦本场比赛的任何想法 好的不好的呢 都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啦 我们大家一起在底下留言区呢 来讨论讨论啦 那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欢迎点赞留言区的分享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啦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